哈囉 大家好啊 我是雨神凱琴妮娜 我必須說呢 我今天早上在選地點的時候看到 我現在所在位置 拼臨是大太陽 結果呢 來到這邊居然下雨耶 13%的雨為什麼也會下呢 可見我真的是雨神 好啦 沒關係 我們今天呢 應該還是會過得非常開心的一天啊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啊 它叫做北世溪的關於步道 在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種的動物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有一個很神秘的樹 上面有一堆白點 那個是白露絲 然後在這一條溪裡面呢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魚 像什麼鯉魚啊 或者是苦花魚這樣子 但是 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是 吃飯 我們等一下呢 就要到前面那邊的平陵老街 去找一些美食吃啦 那我就不講那麼多了 走吧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啦 啊如果呢 找不到平陵老街入口呢 就找平陵去公所 就可以知道它在它的右手邊 吃 來到這邊應該一定要吃那個 茶油麵線 我看到好多都在賣 有這個耶 好可愛喔 茶葉饅頭耶 平陵老街啊 我們剛剛走過來 它大概就是200公尺左右 可是它其實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喔 然後再加上我們看到後面這個 保平宮啊 它本身算是這一條平陵老街啊 大家的生活重心 那就是以這為中心點旁邊就會有不同的商店跟老街啊 然後啊 大家都知道嘛 台灣會說 欸? 南烏龍北包種 所謂的北包種呢 就是指平陵這邊的包種茶 所以呢 會發現到這有非常多茶葉相關的製品 不管是茶葉饅頭啊 茶油麵線啊 或者是呢 各種的茶葉製品 都非常非常棒 所以呢 我已經說到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直接去吃茶油麵線 在那邊 我上我做好資料 好吧 剛剛點完菜呢 我們現在來逛一下這裡 我必須說這裡真的超美的 你看你看 老闆他們真的很用心在裝潢 這是什麼 好萌喔 小粽子的肥皂耶 應該是肥皂不能吃 還有這個耶 發膏 好Q喔 喜歡打卡拍照的大家真的可以來這邊 然後啊 基本上整個建築物啊 它的建築方法都是非常古早味的 你看這些岩石啊 跟木板 就是傳統這裡的建築方法喔 那再來呢 它一樓是吃飯的地方 但是二樓啊 是泡茶的 我看到那個了 它是黏米雞嗎 我先看一下 趁現在呢 我們餐點還來的時候呢 帶大家看一下 你看 好可愛啊 這裡 我沒有想過 因為呢 之前在網路上看的時候 大家說這裡是有裝飾的 那我沒想到呢 那是裝飾得這麼可愛的 很喜歡啊 有一種古色古香的感覺 哇 哇 我們要裝飾來了 看看看看 哇 超棒的 現在等我們導演回來 我就可以先吃東西了 先塗右面 很香啊 咦 康山雞 剛剛呢 說這個白切雞是四分之一 但是為什麼 好像一半隻那麼多 好可愛喔 吃飯啊 耶 我們剛剛呢 就叫了這麼多菜啦 但是呢 我最主要最主要最期待 就是它 茶油麵線 你看喔 它真的厲害到 整個麵線都是綠色的 被騙大家耶 那我來試試看囉 我今天是 滿期待這茶油麵線的 之前有吃過 啊在貓控 就覺得好像 少了點什麼 反正茶油味道不夠 所以今天呢 我會很真心誠意的 跟大家說說看 這個夠不夠的 它是偏清淡口味的耶 它是偏清淡口味的耶 但是它的茶葉味道是夠重的 完全可以感受出來 它有用心再加茶油 至於這個呢 是導演的滷肉飯 我們就不試它了 不過我很好奇這個耶 紅菜是什麼東西啊 會滲漏出那種紫色紅色的汁印 好甜喔 它就是山菜的一種 它的口感很像傳奇會滑滑的 通常啊來到這種景觀餐廳 你就會發現很多都是重鹹重油了 但它算是偏清淡且少油 但你吃得出它的鮮味 這個好吃耶 再來呢 是我們的肉食部分 它是放山雞 超大一隻耶 剛剛老闆說 喔放山雞呢 我們是四分之一隻喔 四分之一隻是這麼大隻 看來那隻雞應該真的很大隻 我們來試試看 雞胸肉的部分 今天叫的是前段 看起來很紮實 厲害耶 它是嫩的 它不乾不柴 剛剛想說 導演居然一點就點前半部 那只有雞胸 會不會很乾很柴 但是不會耶 好吃 很讚耶 說不出任何話 但就是好吃 好吃到直接想罷工 最後呢 來吃吃看我最喜歡吃的豆腐 天餃紅燒豆腐 吃下來呢 整體的感覺就是 這間店 它給的分量很十足 它這根本就是 整盒豆腐丟進來了嘛 但是味道都真的不錯耶 恩 喜歡 你看看 在人呢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有附上茶了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這邊 不想要就是喝很熱很熱的湯 他們也是有茶可以喝到 但是平茶我就不會了啦 吃飯吧 好啦 我們吃完飯了 但是呢 我覺得還差一點點感覺 那就是呢 還有一個甜粉 番口甜粉 所以我就看到對面呢 它果然有寫著這個 茶香雪糕 一杯呢50元 不知道老闆是不是在這裡 喂 難道是自己付錢自己拿的 我先等一下 等個大概是5秒10秒 如果老闆還沒出來 那我就 給自己拿 是這樣 老闆 老闆在哪裡啊 唉 老闆看到我了 喂 啊我在 老闆是不是 那邊吃新豬年夜鮮 啊 原來呢 是 同一間店的老闆 我要聊給你一些鮮 一個又香的 一個又香的 一個又香 一個東阿美的 喔好謝謝 曬不錯吧 好吃耶 這就是我 這不能告訴你 告訴你 你像是不來吃的 你像是不來吃的 你自己滷就好了 不會啦我超懶的 謝謝老闆 謝謝 老闆呢 給我兩種口味 一個是有香的 那另外一個 是沒有我不記得了 凱琴的七秒記憶金魚腦 誰可能不記得 沒關係呢 我試一下 跟大家說 嘿嘿 買到了我的飯後甜點 剛剛想說 欸奇怪怎麼老闆 是同一個 原來是同一間老闆 老闆這邊領食星 那邊領月星這樣 喔 這個 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茶的口味 那他也有跟我說 是什麼口味 只不過我有點忘記 喔 這個 怎麼看起來也是茶的口味 喔 喔 我的小PayPal 哈哈 哈哈 好我要來吃一家這個 它這個呢 叫做 柚香金萱茶冰淇淋 茶味非常非常的重耶 但是呢 相較之下柚子味啊 都不會到很重 因為 它不會讓人家覺得很像是 放一些柚子的調味料進去 喔很精壯 完全適合現在的天氣 上一秒就下雨 現在在出大太陽 我們導演呢 人家被塞到快崩掉了 幫導演哭哭 好我們來現在吃吃看第二種 叫東方美人茶 我比較喜歡這個 好啦這只是很主觀的感覺 因為它呢 加的糖比較多 所以比較甜一點點 但是茶味兩次一樣 如果你喜歡金萱 就比較清香的 就選這個柚香金萱 那如果你喜歡味道重一點點 就比較像烘焙感覺 然後 也比較甜的話 就選這個 東方美人茶 哇 平靈的天氣真的是 瞬息萬變欸 吃飯 欸 聽到錯誤 欸你們看你們看這個 它是 完了 這有點考驗我的智商 它應該是 弄它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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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拳啦 老闆剛跟我說 他給我兩種柚子 但我有忘記 尷尬 金魚腦欸 我今天好開心 欸其實一號咯 っぱ 可能 我不會 就說 其實 họ